欢迎收听OLC主日语音音响 2021年8月15日,圣母蒙照升天节,路加福音第一章39到56节 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 她进了加加利亚的家,就给伊萨伯尔请安 伊萨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孩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 伊萨伯尔虽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 福主的母亲降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 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巧悦 那信了由上主传与她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玛利亚虽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 因为她垂顾了她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她的名字是圣的 她的人词世世代代于无穷事 赐予敬畏她的人 她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聚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 她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被为贫困的人 她曾使第二者保详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她曾回忆起自己的人词,辅助了她的仆人以色列 正如她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 使恩与亚巴郎和她的子孙,直到永远 玛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 就回本家去了 福音默想 每年的八月十五日 教会庆祝圣母蒙照升天 再一次的邀请与提醒我们 要学习圣母的榜样 也求圣母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基督徒的味道 并在每天的生活中 随时答复天主的召唤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六至三十九节提到 圣母答复了天主的召唤以后 又听天使说 她的表姐伊撒伯尔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就急忙地动身前往山区 要到她表姐伊撒伯尔的家 在今天的福音中提到 圣母急忙地动身 表示她或许没有计划太久 没有太多的思考 也不管路途遥远与山区的危险 就毫无犹豫地马上采取行动 因为圣母唯一关心的就是表姐需要她的帮忙 她要尽早去服侍表姐 当伊撒伯尔一听到圣母的问安 她腹中的胎儿就有了反应 伊撒伯尔也充满圣神 这请请招呼我们的想象 为什么圣母的问安 会让伊撒伯尔及父中的胎儿 有这么奇妙的反应呢 原来圣母来到伊撒伯尔家的时候 不只是圣母一个人 而是带着她父中的胎儿耶稣一起来 所以当圣母向表姐问安的时候 同时也把耶稣的平安与喜乐 带给了表姐及她父中的胎儿 圣母的伟大 不再与她成为耶稣的母亲 而是她愿意答复天主的召唤 以及愿意与天主合作 并完成天主救赎人类的计划 主爱的朋友 天主对我们也是如此 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她安排的计划 你是否愿意像圣母一样 答复天主的召唤 并与天主合作 而且急切地去执行 她在你身上所安排的计划呢 我们要向圣母学习 随时邀请耶稣与我们同行 在生活中 在与人交往中 在工作中 在学习中或做任何事 请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带领者 时时以耶稣为中心 耶稣会让我们的一切 都变得不一样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